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台北医学堂 台湾好健康 大家好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 副社医院护理长朱冠玉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 能够长得高以及有好的体格 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 希望能透过中医的转股 来帮助孩子们转大人 但是单靠转股 一定能够帮助孩子们长高吗 健康的成长以及发育 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 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说明 今天邀请到的是 台北医学大学副社医院 传统医学科儿科部主任 林婉林中医师 主任好 护理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北医传统医学科 林婉林医师 今天很高兴在这个节目上 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儿童 到步入青春期这个阶段 在中医转股上一些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想这个是很多 临床上父母很常见到 他们大概除了小朋友的健康以外 所以关心也是有点担心的 就是他成长发育青春期的这个问题了 好 那主任 我们常听到传统的一个说法就是 所以什么是转股 转股跟转大人又有什么不同 其实转股这两个字 转股提及的是从 就是台语的那个转股两个字演化 演衍过来的 其实在中医的教科书或典籍里 它并没有转股这两个字 但是它转股包含的概念 它其实是身体整个一系列 生长跟发育的过程 所谓的生长 它其实是指一个小朋友 一个儿童 它生理上的一个形态上的变化 它身体的器官构造上的一个形态上 生长的一个过程 它比较像是一个量的一个改变 然后在发育的部分 它比较像是功能上的一个成熟 像小朋友的器官的发育 慢慢地趋于一个功能的稳定成熟了 它像是一个值的改变 所以其实转股这两个字 它不见得是只有狭义地看成说 只有长高这回事 它其实还包括整个身体的构造 一系列的成长 慢慢长大成一个完整的个体的一个概念 现在 那在您的门诊当中 会不会遇到说 父母会很担心小孩子长不高 或是发育不是很好 所以希望来周一呢 做一个转股的一个 来帮助他的生长发育 所以转股最适合的年龄 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应该先从小朋友 有时候来的时候 父母今天可能会来的时候 担心他长不高 但是我们在问诊上问到 是发现小朋友 除了成长不好的问题 他其实背后还要衍生一些 他可能是身体的体质功能不够好 大部分就是脾胃的功能不够好 可能消化的吸收 腸胃的功能能力不好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 藉由他这个 成长的这个时间点 来调整他的脾胃的体质 因为特别是台湾很常见的 很多过敏的小朋友 其实很常见到 他本身都有一些像是 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 然后背后衍生出来 他那个脾胃的问题 其实是可能会做到 做到一些调整的 我们反而是应该利用 他在成长生长的过程中 他在体质改变的那个时间点 来帮他做到一些改善体质 调理他脏腐的一些机能 把他的循环状况给改善好 来帮他的健康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对 那除了男生跟女生 转骨的年纪 会有所不同之外 那在转骨方面 是不是要对于青春期 发育的一个黄金时期呢 去做转骨是更有效果的 对 我们来讲到是不是 父母亲比较关心 到底什么时间点是 他青春期到了呢 在中医的典籍里面的 《黄帝内经》有一段话 我们讲到 女子呢 女孩子她其实是男女有别的 女子是二妻 天窥至 任脉冲 太冲脉胜 月事已席下 这一段话的意思 其实是二妻 就是她十四岁的时候呢 她其实身体的状况呢 是她的天窥 就是指我们现在指的 她的脑下垂体 跟性腺 这个生殖轴 其实是已经准备好的 时间点的时候呢 她的 性腺的状况 已经是发育好 她这时候 近期准备要来的 是一个青春期的时候 她大概是在十四岁的时候 那男子呢 她其实在古书上 描述的一个片段 她其实是在二七 二八的时候 二八呢 她是胜气胜的时候呢 精气易泻 所以男子 其实她的时间点 是在二八十六岁的时候 那男女生的时间 时间点是十四跟十六岁 但是其实 在现代来讲呢 因为一些文明的进展 一些饮食习惯的改变 其实我们的青春期 都大大的提早了 一般我们临床上 比较常看到了 反而女孩子 大概是在落在 十一岁到十四岁 那男孩子呢 是在十二岁到十六岁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女生的时间点 是比较早的 而且她的时间点 但是男生来讲 她的时间点 其实是比较长的 女孩子的青春期 可能有到四年 男朋友 男生的青春期 可能有高达到五年的时间 男孩子的状况 因为年龄是一个考量 那男女会有所差别 还有会有不同的 青少年 会有不同的一个差别性 所以黄金的一个 生长发育的时期 来转股 是不是更有效果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到底 其实成长它是一个曲线啊 我们可以来看到的话呢 如果有这个图表上 大家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在这个图表上呢 其实它可以显示出来 一边红色的这个 女生跟男孩子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其实发育 是一个曲线的状况 它如果对应到年纪上来讲的话呢 女生大概是落在十二岁的时候 然后男生是落在十四岁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女生的时间 还是比男生来得早 而且我们有看到一个 那个像驼峰一样的形状 那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的最 最佳的成长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小朋友 是长的速度很快的 假设来讲 可能小朋友一般一年 大概一般小朋友 大概长五到六公分 他到青春期的女生来讲 他可能甚至可以长到 八公分的速度 那如果是男孩子来讲的话 他甚至于可能在青春期的 最佳的成长时间点 他可能会到九公分的时间 所以他都是有一个 成长的最佳速度的时间的 那就这一篇那个 运动生理周训的研究 他也发现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他对于一些小朋友的 从儿童时期到青少年时期的 运动员 他们去做一些些的追踪 看他的生长的速度 跟他的心肺的提示能的 最佳耐力的状态 他们发现到了 当小朋友最佳成长速度的 时间到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他的心肺提示能 最好的一个时候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 可以强调出来 反映出来的是 运动对一个小朋友 生长转股的一个重要性 他既有他的那个 心肺的提示能的加强 其实可以让他的整个肌肉 他的骨骼系统 能够达到最佳的成长速度 对 那连您刚才讲到 是一个考量 那如果针对第二性针出现的 时间点来做转股 也适合吗 对第二性针这个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门诊上有时候 会看到两种不同的父母 有一种是可能小朋友他 六七岁的时候呢 然后爸爸妈妈就过来 医生他这个小朋友个儿头太小 太岁了 可不可以来转股一下 那我们就笑一下 六七岁 然后接下来呢 有一些的父母亲 他反而是到了 小朋友国二国三的时候呢 他默然回首发现 怎么小朋友 其实个儿头怎么矮了 同年龄的小朋友 大概一个头这么多 他突然觉得说 这小朋友就是成长青春期 快到了 还是还没有转过来 骨头没转好呢 所以他就跑过来看说 他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中医的条例 或转股的状况 所以这两个部分 其实是一个太早 一个太晚的时间点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到底是 什么时候是转股的一个指标 就是他步入青春期的一个指标 如果就儿科的教科书上来讲 其实小朋友的 儿童的青春期 步入青春期 他其实分成五个阶段 那就女生来讲 女生的第一个阶段的发育 一定是他的乳牙 乳头的生长出来 小朋友可能会是跟你讲 他的乳头有点痛 有点不舒服 接下来才是整个乳房的发展 形态慢慢的一个改变 他一共分成了五个阶段 然后可能到了第二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后 他的初晶才会来潮 那男生的部分 可能一开始 就是他的生殖器 我们讲他的睾丸 开始变大 然后之后才是体毛 抑毛的生长 然后第三第四阶段 他的喉结才会出来 然后他就步入 他的成长高峰期 所以呢 我会建议许多的父母 当你观察到自己的小朋友 在那样子的时间点的时候 你发现到他有这样子的第二 新增出来的时候 那可能代表他其实已经在 他的青春期的第一或第二阶段 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 有策略的来帮小朋友 注意他的身高的状况 所谓的有策略的 你要提供他足够的正确的营养 然后让他有足够的运动 有好的充足的睡眠时间 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会建议父母亲 去观察记录一下你小朋友最近生长的速度 如果你可以很确实的告诉我 我这个三个月大概长高了两公分 我三个月长得好快的意思 我长高了快要三公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这个时候 其实是步入他的最佳成长速度 那或者说呢 他可能明明是时间点已经到了 可是他可能长的速度太慢了 那我们可能就会回忽 后来担心说 他是不是长到某一些元素有缺乏到 为什么导致他的时间点到了 反而还没有步入他的最佳成长速度 所以除了转股呢 是帮助这个青少年能够顺利的生长 以及发育之外呢 那还要需要注意哪些重点来搭配 才是能够帮助他长高 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小朋友有一些第二性征出来的部分嘛 我们千万不要去 要去多观察小朋友 不要错过那个时间点 否则可能会有太晚了 才发现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在这个图表上 有时候可以看到呢 因为其实这个图表上 上面的那个图表是女生的部分 下面是男生的部分 因为他对应到的是年纪 所以其实他如果对应到的是生长的话 我们就可以像刚刚那个 像一个曲线的那个驼峰的表现出来 其实成长是一个曲线的 他如果从青春期开始 就女生来讲 什么时候长最快 很多人才会担心说 我们的女儿出今来了 他就是就不长了 所以其实呢 出今来了是不是就不长了 其实小朋友 女生来讲了他 他的出今来之前 其实应该说是他长最快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到了出今 经期来才发现 小朋友应该要来成长 那其实你已经错过他的最佳生长时间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应该在女生来讲 你要特别注意到 他第二性征已经出来的时候 他往往是先乳房发育之后 他的体毛衣毛出来的时候 你反而就应该要开始有策略的 去帮他注意他的身体状况 而不是等到他的进来这段时间 那看你主任有提到说 运动呢跟饮食非常重要 在这部分 可以跟我们做更多的说明吗 就运动上跟饮食上来讲 其实这个是对小朋友的生长 是缺一不可的 这也是我们门诊上 常常会对小朋友 唠叨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 其实一定要在早点睡 所谓的早睡呢 就是他十点前 一定要是上床睡觉 躺好休养的状态 那这个时间点 早睡的时间 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在睡着 是充足的睡眠的时候 你在晚上入夜之后 你的生长激素的分泌 那另外一个 就中医的概念来讲 其实睡眠 日跟夜 白天跟晚上 其实是一个阴跟阳的概念 你白天在活动的时候 你的晚上呢 其实就是到了比较痒 一个收痒藏的概念 是给你养精蓄锐的时候 所以到了晚上 如果你往往到十二点多才睡 你身体那些 中医讲收藏跟痒的动作 是没有办法做好的 它其实会损害到 你身体的一些 生长发育的一些能量 所以睡眠其实是相当的重要的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要有运动 最好是我常常建议 小朋友你一天要有三十分钟的运动 什么样的运动呢 最好是有一些跳躍的 垂直于地面 跳躍可以刺激他骨头生长的运动 为什么要跳躍 因为青春期的成长跟儿童成长不一样 小朋友儿童时的成长 他可能有时候是会 从躯干上开始来成长起来 可是青春期的成长 他都是从四肢的骨头 开始在长的速度 其实会比较大 比较惊人 所以你去刺激他的骨头 有些跳躍的运动呢 他的状况其实反而 会去刺激掉他的骨头的生长 这个是更有速度 更有效率的 只反说像游泳啊 打球啊 跳绳啊 对啊 转骨必须要搭配 青少年生长发育的 黄金时期以及年龄 但是就中医的观点来说 生长发育还有哪些重要的关键 以及转骨有分为哪些阶段 我们将在下一阶段的节目当中 继续为大家做说明 先稍作休息 我们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到乐活医学堂 那主任就中医的观点来说 经络跟气血是相辅相成的 气要人形 经络必须要通畅 所以经络跟气血 对于青少年成长有什么帮忙 对其实这个气血的 气机的运行顺畅 对经络对小朋友的生长 成长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其实就我们来讲 小朋友来讲 你的生长就像一个大树在生长一样 你的你要有 那个气肌是由内而外的 是一个由下而上 有你的内脏网 你的四肢 我们刚刚讲四肢脏斧 去畅达去布达的 所以你身体的气的升降 循环状如果可以调得很好的话 你身体的气肌顺畅的话 你的生长发育的速度 其实会能够整个被抽拉起来的 那就气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在中医有很多种的气 但是对生长 在转骨上来讲 最重要的有三种 我们讲的中气、银、气跟胃气 这三个气血的顺畅 如果胃上不大很好的话 对小朋友的生长发育 有绝对的帮忙 第一个我们讲到的是中气的部分 中气就是位在我们胸口的 坦中的气 它其实对应到 是我们整个很好的 良好的呼吸体性能 肺部的呼吸系统 然后第二个部分 其实是银气的部分 就是营养的银气 它是存在于你体内的脉管内 它负责输送你全身的营养 跟血液的物质 那再来是胃气 保卫你的胃气 胃气其实是行在于 你的体表脉管外的 就是我们讲的它防胃的那个胃气 如果这三种气的气机 都能够很顺畅 让你的气血循环状况 是畅达你的四肢状况的话 其实你的身体的骨骼 肌肉系统在发育发展上 其实会相当的顺畅相当的好 那就是对应到我们刚刚讲 如果你的小朋友的 这就是运动 对小朋友中气的提升 对他成长的重要 那中医同时也强调说 一个时节性的条理 所以就转股来说 也必须要搭配季节性吗 这个可以带来一个观念 我们中医讲的春生 然后夏长秋收冬藏 春夏是一个生长生发的一个季节 那秋冬呢 换言之大家有想到 它是一个藏的一个氧的一个概念 所以像现在之前 9月8号刚过了之后 我们的白鹿的时间点呢 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 秋冬是一个很好的藏养的季节 很藏养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常常会认为说 你在秋冬的部分 把你的能量给蓄积好了 到来年的春夏呢 为你的生长发育的那个冲刺情 做好了很好的完善的准备 所以我们都会在建议鼓励小朋友 这个时候你反而应该在作息上面 在在饮食上可以做一些搭配 像是作息上呢 你可能可以再更早睡一点点 然后在饮食上呢 你可以把你的脾胃给顾好 去间接巩固到你的肝肾的部分 那顾脾胃呢 我们最推荐的呢 其实我们这边有提到一个四神汤 大家都很常听到 它其实是由四种药材所组成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四种药材 它分别是这边的莲子 还有芡食 还有茯苓跟山药 这四种 它其实是很好的 健脾胃的一个药材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如果到秋冬的时候呢 是这个四神汤 把小朋友的脾胃功能 去让他顾好的话 他可以有一个 把脾胃调理好 他可能有一些健脾开脾胃的效果 再来帮他把一些能量 做一些续积跟续长 那对一个转骨的一个配方 是不是有分阶段性的一个药材 对 转骨方其实大家房间都很多种 其实 转骨方 其实那么多种转骨方 它不脱离三种 第一个我们讲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胃 开脾胃的药材 第二个它其实就是一些 理系的活血的药材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讲的养肝肾 顾肝肾的药材在里面 那健脾胃的目的 就是让小朋友那个后天之本的脾胃功能 可以把它给处理好 举方我们刚刚讲的四神汤 或是一些茯苓 白竹啊 神曲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脾开胃的药材 那里气活血的目的就是 倡达你身体的气血通路的循环状况 举办一些像食昌谱啊 或当归穿虫 都有很好里气活血的成分在 然后第三个养肝肾的药材 我比较需要特别跟家长叮您的就是 这个部分的药材 请一定要去询问过您的中医师 不要自己拿 是自己买来购买 因为补肝肾的这个时间点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讲转股的三个阶段 就是它其实是有阶段性的 小朋友如果已经步入青春期了 这个时间点 它的肾气是充足的状态下 你再加上一点点补肾的药材 其实又有推波助澜 给它一个增加它的爆发力的效果在 但反之如果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 你过早使用了这些养肝肾的药材 其实反而对小朋友是有点压苗助长 不利于他的成长 所以这个三个三种药材里面 其实养肝肾是特别需要注意 不要自行去外在的外来的房间 购买一些转股房 其实这是我们非常不建议的 那除了养肝的这个药材之外 就转股这个配方 我们比较想要知道说 那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类型的一个药材 还有这些药材会有什么样的功用 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其实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常见到的 小朋友 我们都要听到一些四菌子的药材 这就是很常见到的健脾胃的药材 它其实有一些像也是一样 茯苓啊 还有一些些森类的干草跟白竹的状况 其实这个部分 补脾胃的药材 它其实是比较没有一些 比较不会担心说有一些过早 去刺激到它的肾气的状况 它是把脾胃厚贴的那个本的状况 去把它建立好 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把它达到一些健脾胃的效果在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常用到 是这个部分 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个部分 这四种其实是我们常见到的 私物汤的药材 所以其实坊间很多的 转骨房 它不脱离补气跟补血 就是我们常见到 私物跟四菌子的搭配 还有加上一些其他的 像这两种 就是比较补肾气的药材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容易区分的 加上如果觉得 我不知道药材我都不认识 那你可以从颜色上 不妨去区分一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健脾胃的药材 皮胃的部分 其实它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是 黄色的 白的这些药材 像一些干草枸杞 它其实都是入脾胃的药材 那如果是入干肾的药材 它基本上 因为黑入肾 所以补干肾的药材 它基本上都是入 都是黑色的 看起来都觉得黑妈妈的 软软的一片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看到你的 转骨方的药材一片 全部都黑黑的话 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它就是有太多的 补养干肾的药材在里面 那反之 如果是皮胃的药材的话 大部分都比较倾向 是这个颜色的居多 然后中间当然 还会加上一些些 离气活血的成分药材在 所以对于转骨 我们比较能够认识的是说 利用转骨湯 或是转骨碗 这些重药材的部分 那听说针灸也可以帮助 这个气少年长高吗 对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气肌的生长 生达是其实成长很重要的关键 那针灸它最擅长 在调节的作用 有的基转 就是因为它可以去 通畅你的身体经络气肌 把你的内脏的气肌 跟经络自己的脏腑气肌 是调顺调畅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有的时候呢 在一些穴位上面 如果有一些穴位上面的部分 有些小朋友他在特别猛我时候 会需要针灸 往往都是因为 他时间点已经到了 他可能十二三岁 但他还不见到 他有一些抽高的速度的出现 我们可能才会考虑到说 这个小朋友就是有一些气急上的问题 需要用针灸去帮忙他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 有四个穴位 其实这四个穴位 分别散布在你 由头到脚的一个部分 我们从头顶的百慧穴 到足底的永泉穴 它有在那个长谷的部分 有竹三里跟三樱胶的部分 那接下来 如果是这个永泉穴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因为大家 其实比较好去做一些按摩跟按牙 它效果也最好 我们把它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大家看 小朋友的脚丫子这个部分 如果你整个脚的长谷上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纵索 它大概分在 它落在它的二三脚趾的中间 然后它如果在分区段的话 大概大概上三分之一 整个脚长谷的上三分之一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它有一个像人字形 比较凹窝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永泉穴的穴位 所以可以在鼓励小朋友的时候 可以自己做一些按压按摩的动作 或者像我们刚刚强调的运动部分 它生长跳跃的运动 其实也会刺激到穴位的生长 那除了这些穴位之外 另外就是说 对于七少年父母会有一个疑问说 是我的小孩子需要转骨吗 所以对于需要转骨的那些 的七少年儿头来 的七少年的人来说 哪些人才是需要 往往的转骨部分 有时候来父母来看 我们都会发现 小朋友其实伴随 有一些其他体质的问题 但就像他可能 带过来之后发现小朋友 他怎么比同年龄的小朋友 矮了有一个头啊 他就会发现说 如果比同年龄小朋友矮小 爸爸妈妈就要再关心 他就是真的生长发育状况 太晚了 还是他有一些脾胃系统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 可能发现说 其实他有肠胃的问题 或者因为其实他有 很严重的过敏问题 他根本就是他也吃不大一下 他睡觉 因为肠肠鼻灾 他也会睡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反而不能够只有 专门去就是 擔心他的成长转骨这一块 我们应该把他的脾胃系统 他的呼吸系统 整个体质把它调理好 他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底子 去做成长的状况 所以就是要先调理好体质 还有要有足够的营养 才能够这个 帮助这个七少年能够转骨 那最后呢 主任可以就 七少年一个生长跟发育呢 跟我们观众做一个最后的结论 其实呢 我们刚刚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从中医的一个生理的角度 来跟大家看待一些 到底小朋友生长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小朋友的生长是 身心灵 他全方面的生长 我们刚刚讲到了 中气、银气、胃气的契机唱塔 他自然就会长大得好 那另外小朋友的心理的部分呢 我们建议家长不妨有时候 多陪陪小朋友 如果小朋友真的 我们门展上常看到 小孩其实有时候来 是愁眉苦脸的 他常常觉得 我没有时间运动 我都要上课 那其实这时候 其实你不妨 我就会多问他一句 那你起不喜欢运动 你起不喜欢音乐 起不喜欢唱歌 或者是 做一些运动的部分 让他把你身体的情绪 那个气息是畅达好的 这样再搭配一些生长 跟父母的关心 来帮他看他生长的状况 其实反而会对小朋友更好 身心灵的部分 都帮他照顾好 那父母会觉得说 我小孩子带来之后 虽然在转骨的年龄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适合转骨 就是说 他还有成长的空间吗 成长的空间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常常会跟 儿科的形成代谢科 遗传科做一个搭配 因为其实我们 藉由他小朋友骨头 他的左手长骨 他骨链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 他现在成长的空间 我帮他推估一下 大概剩下多少 跟他理想的空间 大概还差多少 然后再藉由这边 来搭配中医的条例 这样的结合会更好 所以转骨呢 是辅助青少年 在成长发育 以及在生长过程中 一个辅助的角色 那是要有足够的营养 以及规律的运动 以及充足的睡眠 才能够帮助青少年 真正能够翻转为高人一等 今天谢谢主任的解说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乐活医学堂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